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小年夜的早上 真的滿冷的 因為冷氣團持續影響 你可以看到從中部 新竹 台中 加一台 溫度都好低 連高雄現在其實外面 也就14度多 要提醒其實 西半部的觀眾朋友 到目前為止要注意保暖 今天整體來講還是偏冷 白天來講 北部 東半部地區 可能還會有一些零星的飄雨 所以溫度上來講 跟昨天差別不會太大 頂多北部多一點點 多一度 兩度 中南部白天就會比較舒適 所以要注意溫差 再來明天就要過年了 整個天氣的走勢狀況 趕快一起來看看 首先今天晚上 到明天清晨 到初夕清晨 還是冷 因為冷氣團還在 一定要注意保暖 明天白天 初夕的白天 初一 初二 回暖了 但是容易起雾 提醒大家開車 多加留意 如果你要出遊的話 當然日夜溫差 會比較大一些些 早出晚歸要記得戴外套 初三到初五 北部就會轉涼下雨 後面這一波的系統 我們持續還在觀察 但要提醒大家 南北天氣可能就不太一樣了 南南北望 要作家的留意了 以上就是這一節天氣訊息 馬上過年的天氣狀況 也已經很明朗了 大家可以提前的準備 不管是外套也好 還是口罩也好 以上是最新的天氣訊息